政府抗疫滿意度調查 大馬全球排名第四 歡迎收看5月7號報導正能量新聞的新聞最正點 行動管制令來到第51天了 我是馬來西亞男孩鄭兵彥 新聞最正點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首先來關注今天的確診人數 衛生總監洛西山今天宣布大馬新增39人確診 累計確診6467人 沒有人死亡 累計死亡人數107人 治癒人數74人 累計治癒人數4776人 衛生總監洛西山昨天也在臉書提前祝賀佛教徒威賽節快樂 政府抗疫滿意度調查 大馬全球排名第四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獨立民意調查機構 Black Box Research和消費者情報平台 Poluna所做出的政府抗疫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 馬來西亞在全球23個經濟體中排名第四獲得58分 西方國家綜合排名偏低 美國獲得41分 英國37分 義大利36分 波德森海域經見海豚蹤影 你有想過在波德森也能看見海豚嗎? 即海龜大量下蛋後 波德森海域又有新驚喜 公眾在波德森海域看見海豚蹤影後 上傳到臉書 獲得網民連連驚嘆稱之為奇蹟 三州儀業局主任哈里巴授尋師坦言 能看見海豚的確是幸運的 畢竟海豚並非屬於波德森海域的海洋生物 為賽傑信徒獻上欲佛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當兒 如今全馬各地的佛教慶典幾乎都取消了 改為獻上欲佛 雖然無法步入寺廟膜拜 但很多的佛教徒仍然在大門前前程跪拜 據了解各佛教組織和寺廟都有響應馬佛總的號召 在今天進行線上微賽節節目 包括法師開示、誦經儀式等 想參與線上欲佛的朋友可掃描二維碼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陳學生 你好,我是陳學生 我們馬上來關注全球的確診人數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67980人 累計確診人數3821557人 死亡人數5850人 累計死亡人數265209人 治癒人數5110人 累計治癒人數1302252人 香港完成手中心臟移植手術 根據聯合日報的報導 香港醫護團隊 契傳統冰箱冷凍保存心臟的方法 改用新技術 將心臟連接护氧系統喉管 確保心臟維持在攝氏34度 並成功完成亞洲手中心臟移植手術 是醫學界的突破 全球首個冠病疫苗動物實驗有效 從疫情爆發至今 大家都一直很期待疫苗的誕生 如今中國科學家發布了 全球首個冠病疫苗動物實驗的結果 結果顯示 候選疫苗在恒河喉上具有安全性 結果表示 疫苗可保護恒河喉不受新冠病毒的攻擊 而且使用疫苗後的恒河喉 也不會出現健康失常的問題 基於以上的結果 疫苗已經進入了臨床研究的階段 哈利波特有生書 找丹尼爾打頭陣 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和wizardingworld.com合作 找來了很多的名人來朗讀 哈利波特小說的有生書 而在電影系列中 飾演哈利的丹尼爾被邀請打頭陣 朗讀了《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的第一章 從現在起到六月底 有生書每個星期會在spotify推出新的章節 哈利波特是我童年回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塊 當我知道這個有生書推出之後 我就立刻去把這個第一章聽了一遍 感覺非常的新奇 因為即使這些年來 哈利波特世界相關的電影都一直在推出 但丹尼爾上一次出現在這些電影裡面 已經是九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當聽到他的聲音的時候 我感覺就像是和一位很久沒有見面的老朋友相聚一樣 那麼不管你是不是哈利波特的粉絲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去關注這個有生書的推出 那麼國際新聞就到這裡 接下來的時間交回給賓宴 謝謝 謝謝學生 首先先跟大家說一聲 威賽節快樂 根據記載 雖然佛陀出生 成道和世事都並非在同一天 但都是在五月份 所以同意在五月的月圓日慶祝 我感到很幸運可以出生在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 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一個國家 無論是哪個宗教慶典 全民都可以一起慶祝 無論您信仰什麼宗教都好 我都誠心祝福你 因為我覺得一顆善良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最正點 我是馬來西亞男孩 鄭秉諺 祝你平安、健康 我們明天見 請一一打動你的心 一起貪心去接受 雙手的守候 只要你也願意陪你白頭